早评 护制高开0.24% 电力 光伏板块领涨 三大指数集体高开 高开0.24% 深城指高开0.21% 高开0.61% 盘面上 电力 风电能板块涨幅居前 云游戏 元宇宙 景点旅游等板块跌幅居前 今早 香港恒生指数开盘涨0.76% 恒生科技指数涨0.75% 多数上涨 涨近2% 教育股集体走高 医药股反弹 表现活跃 成联会数据显示 2021年10月新能源承重车市场零售 达到32.1万辆 同比上涨141% 但环比下降3.9% 天峰证券引报称 受此前缺芯影响 汽车行业销量与库存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对于零部件板块 除缺芯外 今年还受到原材料涨价 海运费上涨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 板块利润率已于三季度触底 在主动加库存阶段 整车企业对于零部件的需求量有望回升 同时原材料价格 海运费等已于四季度高位企稳 甚至部分回落 当前10.0部件板块预期差 及业绩修复空间更大 有望迎来戴维斯双期 海通证券表示 策略上 目前经济并非典型滞涨 政策环境友好 且股市估值水平尚可 市场下跌的风险不大 政策也主要集中在宽货币稳信用上 结构化行情仍将大概率持续 中原证券称 当前市场缺乏显著的领涨热点 存量博弈特征明显 未来股指能否突破盘局仍需外力的提振 建议密切关注政策面 以及资金面低变化情况